很明显 他正在跳楼 肯定是遇到了什么过不去的坎儿 但纵然生活不易万万艰难 只要我们还活着 一切就还有希望 这一剑成功延传了他的下降速度 随后我迅速急行几步 几个漂亮的回头宿舍 顺利阻止了一次自杀行买 随后我继续向前迈步 这楼上还有一人 也正在想不开的边缘疯狂徘徊 莫着腰上中了一枪 我需的计算出他接下来的坠落范围 提前做好了万千转败 糟糕 算错了百米 我终究是晚了一步 我将迈克正如你所见 敢用弓弩对局的估计 也就只有我自己了吧 这都是别的 因为他们堵捉我的进圈之路 当然 作为一名被老司机发射 要超越的坚守 我也有我自己的骄傲和执着 我就不信设不过大局 一 二 三 倒 看到了吗兄弟们 这就是实力 这是怎么都藏起来了 莫非以为我是个大哥 算了 检查要紧 应该不敢再拘我了吧 进圈了 先来无聊 再找个机会调戏一下他们 按照这个圈的尺寸 他们也要跑毒的 不信他们不出来 要跑毒了 感觉应该是射中了 一共三个人 那就是说 其他地方至少还有一只三连小队 脚不声 来到我的左侧五雷九米左右 而且听到的声音 有点中空的感觉 他应该是躲在一块石头后面 也不管他 好机会呢 一 二 三 倒 咦 没倒 莫非穿了三级套装 藏得这么严实呀 我就这么恐怖吗 我真的不是大哥呀 嘿嘿 忍不住了吗 低了一点 再付一件 实话说 这功努真是件恐怖的力气 对方完全无法判断来源 自然也就没有办法防备 那现在我的概念离开了 左侧那位始终是个威胁 他离得近 能听到我的弓弩声 听到了吗 声音的敌人 全部都在这火焰村内 我顿时心话奴方 这绝对是我的主战场 后方的脚不声越来越近了 他正在蹲着小心移动 可惜他使不了解 我的听声便为能力误差范围 可精准地离你 哎 尽量还被他打伤了 是我的错没有赌 但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声音五人 全部都在毛屋之内 这是火烧连营的大好时机 烧起来了 这是我在这准夏天放的第一把火 向他们耐心品味好好享受 剑笑了 继续 哇塞 这一瞬间就烧得只剩下一个人了吗 昨天看老司机的视频 他想用剑剑死最后一人 却并未成功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小事牛刀 这最后一击是否可以用剑打成 听到他了 距离刺在三米身处的正前方 好 它已到位 就让咱们一剑定输赢 很简单吗 我是迈克 是一名弓箭手 专业过佣 从未至少 toda这些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然后让我们送一下 發酬 的